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YA Diary 我們今天要推出的是年度新企劃 叫做YA推理把 大家好 我是奧妮 我是被推理把的 我們預計呢 在每一季都會推出一個推坑計劃 沒錯 任何我們在這一季裡面呢 覺得非常值得推薦大家的 食衣住行遇樂 都很有可能推薦在這個裡面 所以內容呢可以說是 好的 我們立刻進行我們的單元 大家都知道呢 我對於韓國的事物有一定的了解 韓劇也是一步接著一步看 那我吃飯的時候也看 睡前也看 還能夠一邊剪片一邊看 近期我對於韓國社會案件改編的 行案劇以及警政界內幕的劇集呢 非常熱衷 所以我希望第一次的推薦呢 能帶給大家男女皆宜的題材 所以我要推薦的是 是2019年波閉的 Watcher監獄者 劇情圍繞的主角三人 因為不同的悲慘遭遇而選擇 建立反貪腐小組 身為抓警察的警察的他們 一步步抽絲剝繭解開這個組織的腐敗內幕 而我從三個方面來告訴大家這部劇的看點 首先就是角色建構的部分 演員們的演技都非常打動人心 主角由新生代演員徐康俊所飾演 從小呢因為募集母親被二人所殺 所以造成了心靈衝擊 進而將他父親送入獄 儘管外表看起來像是個熱血警員 但我認為呢他內心的傷口 以及想要揭發母親被殺的真相的這個衝動 詮釋得非常好 絕對不是因為他是我的菜 所以才推薦呢 絕對不是 而資深演員韓石龜呢 他所飾演的是反貪腐的小組長 他其實並不認為自己正義 所以他在這個辦案的過程中呢 其實有出現非常多違法的行為 但他都不以為意 有時候你甚至還會覺得 他好像就是那個幕後BOSS 你就是看著內心七上八下 而女主角金賢忠呢 我認為他是這部劇裡面最人性化的一個角色 因為其實他前期呢 都是為了自己的目的而行動 他為了當初被兇手剪去大拇指的這個心靈創傷而復仇 第二點呢 劇情反轉再反轉 畫面中呢 有一些不管是角色的預測還是當年記憶中的真相 觀眾都只能自己去判斷 到底哪一個才是當年悲劇的真相呢 不看到最後一定不會知道 所以我中途大概猜了七七四十九個人是兇手 猜到差點懷疑人生 但看著一個個秘密被揭開呢 真的是非常過癮又爽快 最後點呢 作為解謎劇 我認為他不只是為了解謎而解謎 其中帶入了很多人性化的角色設定 所以大家在觀看的時候呢 就不會覺得很離奇 或是很不合理 而主角不會每次都有主角光環 被兇手襲擊的話呢 就是會受傷才是合理的 不會像有些劇呢 每次都有人來即刻救援主角 真的是很母康 挖取了揭秘者呢 他兼具的懸疑劇應該要有的緊張氛圍 更誠實地探討的每個人都會有的正負面人格 精彩好戲 YA推你一把 現在我們將鏡頭交給PC 三月份迎來春暖花開 所謂的煙花三月夏陽週 我們可以感受到滿圓春色 當然也可以體會到文許的浪漫 在這一季這一次的推薦裡面呢 我們要來推薦的是這一本書 叫做《我沒有談的那一場戀愛》 出版過《那一些閃電指向你》 《愛的24的運算》等作品的作家林婉瑜 在2019年底的時候推出了這一本作品 內容呢有詩也有散文 裡頭有粉色的浪漫 也有人生的遺憾 甚至是一些生活的日常 在經歷一整天的忙碌之後 我們回到家中 用一個最舒服的姿勢來閱讀這一本書 你可以進入一個充滿想像力的文字世界 那我們就從中來簡選幾篇 我個人看了很有感的文章來分享 第一篇我們要選擇的是 《詩作》《自由式》 其中我最喜歡的片段是 《我要和你一起旅行》 《迷路》《不如歧途》 感受一下這一首詩 它沒有用什麼很濃烈的華麗詞藻 而是用一種清新又直接的表述方式 從盪秋千、夜遊、做夢 還有一些日夜更迭這種日常生活 來營造出一種很溫潤的幸福感 再來要分享的是第二篇 也就是和這個書名相同的 《我沒有談的那一場戀愛》 《我沒有談的那一場戀愛》非常完美 《沒有笨竹的告白》 《沒有告白悲劇》 《沒有一邊發呆》 《一邊想著他現在在做什麼》 《沒有故意出現在他必經的路線》 《沒有每半小時看一次line等待新訊息》 《沒有誰在誰的耳邊》 《親生說我愛你有如雷吉》 這篇短文寫出了許多 談戀愛時候會發生的場景 用字一樣是很清新、很生活化 但是和前一篇自由式所描繪的愛情 卻是截然不同的 因為沒有開始就不用害怕結束 所以如果沒有談戀愛 就不用害怕親人的離開 有些人確實可以如此淡然 但也有一些人想要體會愛情的悲歡離合 這些作品給大家很多關於愛情的不同想像 那怎麼做才是正確的 沒有一個答案 都是每個人的選擇而已 第三篇是一個短文叫做《書籤》 打開讀了一半的小說 發現幾天前在美式餐廳讀它 和尚書以前 隨手用來當書籤的東西 竟然是我的信用卡 平常在看書的時候 我也很有可能會拿 書籤或者是一些隨手可得的紙張拿來當成書籤 我也還看過有一些人會拿八塊來當書籤的 那作者這篇寫它的日常 它還衍生到了書中自有信用卡 書中自有黃金屋這種比較逗趣的連結 所以非常的有畫面感 第四篇是一篇文章叫做《生有可戀》 每次覺得生無可戀的時候 我會想像死 但是同時也會想起那七年間 母親用盡全力想要活下來的樣子 然後我就會立刻停止對死亡的想像 厭世的心情可能人人都會出現 那作者在這本書當中呢 談到很多和母親過世劇情的互動 或者是他對於父母親的觀察和解讀 那在我讀完這一篇的時候 其實我是有一點慚愧的 因為當我遇到各方面的不順遂的時候 就很有可能會脫口而出一些 生無可戀的詞語或者是情緒 但其實在這個世界上 也有很多人是因為生有可戀 所以很努力地在延續自己的生命故事 所以我們在遇到一些狀況 想要有一些情緒出口的時候 或許也可以試試看轉念 讓自己的心情更舒坦 在有閒的時候可以看看好書 鬥夢到日夜更迭等這種日常狀態了 第二點呢 第二點呢 劇情反轉再反 第二點呢 劇情反轉再反 本期推薦提供大家在有閒的時候 可以看看好劇 閱讀好書 更要訂閱按讚跟分享我們的頻道 也祝福大家在每一季都可以有錢又有閒 也要記得在影片下面參與留言喔 那我們就再見 再見 大家掰掰 下次見